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会演戏的男主 明明是最强的至尊魔术师 偏偏要假扮成普通学生来学院报道 而更夸张的是 才刚开始他就成功收获了四的老婆 今天是男主入学的第一天 他匆匆忙忙帝王学校里跑 可是却不小心撞到一个雀伴妹 妹子并没有生气 反而害羞起来 男主解释自己是新来的 还不认识路 这让雀伴妹的脸色骤变 因为学院里早就听说会有人在开学典礼当天入学 而且那个人就是一对普通的平民 激愤之下 他直接口吐白沫昏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个蓝毛跑了过来 他嚣张地表示 这里是专为贵族创办的学院 男主这个平民根本没资格在这里 说着 他就要伸手将男主赶出去 可是却被男主轻松躲开 这让蓝毛十分生气 他准备给男主一点教训看看 他刚准备出手就被一个妹子制止了 他是来自三大贵族之一的亚梅利亚 他觉得男主可以以平民的身份入学 肯定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 他告诉男主 如果以后遇到困难 没可以随时来找他 开学典礼上 院长提醒所有新生 就算是成功入学也不要骄傲 毕竟依旧有许多天赋卓越的人因此陨落了 巧合的是 男主和今天早上遇见的人都在同一个班级 看见同学们并不欢迎男主 格雷迪老师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叮嘱男主 记得特别关注个别同学就好 看见亚梅利亚主动和男主打招呼 蓝毛十分气愤 而另一边 男主刚坐下就开始发呆 格雷迪生气地扔了一个粉笔过去 男主刚一接住就炸开了 这是 格雷迪刚好讲到魔术师的阶级 在这个世界 魔术师分为铜银金白金 以及被视为神圣阶级的至尊 任何时代至尊魔术师尤且只有七位 是所有魔术师毕生追求的最高顶点 只不过 至今都无人知晓七大魔术师的来历 其中已知的有身为院长的灼热魔术师 以及是和炼柱有同款发型的蛊惑魔术师 他也是最追求曝光度的至尊魔术师 另外一个就是 在远东战役中被誉为英雄 可自从战役结束就消失不见的兵舰魔术师 他们身在学院的目标 就是成为至尊魔术师 这是蓝毛站出来表示 既然这样的话 身为平民的男主为什么会在这里 格雷迪解释 所有人都是通过正常途径入学的 与他们的身份无关 转眼就到了上课时间 第一节课讲的是魔法基础 施法过程宛如编程 最后将其实体化的过程 自己构筑的东西也可以自己消除 理论上来说 构筑的产物没有限制 取决于魔术师本人的力量 而能产生的物质分为四种 分别是固态 液态 气态以及电浆 这时 有人提问是不是可以用 反物质代码消除创造的产物 但别说老师 目前尚未发现 有可以使用反物质代码的人 而且他所提问的 恩兹华斯双重代码理论 是博士程度的内容 作为学生 暂时不需要了解 亚梅利亚作为新生代表 很快便创造了冰枪威 与之相反 男主却相差甚远 蓝毛这时候又出来挑衅男主 他无法容忍 没有才能的枯萎魔术式存在 男主在图书馆 与之前提问的爱丽莎打招呼 爱丽莎因为敬仰恩兹华斯博士 才会提出那种问题 男主表示自己也打从心底敬爱她 爱丽莎兴奋了 她第一次遇到同龄的粉丝 男主好奇爱丽莎为何要遮住自己 明明她长得很可爱 可爱丽莎却很自卑 因为自己的耳朵尖尖的 男主看出她是混血精灵 因为这个关系 她经常遭人非议 爱丽莎觉得男主很成熟 这让男主想起死去的同伴 也经常说她少年老成 等她回到宿舍后 发现摄友爱丽早已等候多时 她也不在乎男主的平民身份 这一天 男主在外锻炼遇到了学院学姐 她主动上前打招呼 学姐名为瑞贝卡布兰德利 爱丽十分吃惊 学姐也是出身于三大贵族 这三巨头是与王族肩并肩的贵族顶点 亚梅利亚就是三大贵族之首的 罗斯家族长女 不仅为人正直品行端正 魔术才能更是十分出色 而两人刚一分开 男主就又遇到了一个妹子 对方是典型的金发双马尾 他认为自己赶时间 才会再走道奔跑 男主应该自己让开 他也认出男主就是传闻中的平民学生 男主瞬间发挥自己的优势 夸对方真可爱 而双马尾也果然被男主的话哄高兴了 赶紧介绍自己 可男主表示 自己知道克里夫兰骑士 但不知道克里夫兰 见对方似乎很失落 他继续夸他的家人一定都很美丽 只要看他就知道了 双马尾被他轻易地哄高兴了 剑术课程中 男主刚好对上蓝毛 周围的学生起哄 称呼男主是枯萎的魔术师 蓝毛也想趁机教训他一顿 却被他轻易化解 蓝毛愤怒对他继续出剑 但男主随便一出手 便轻松将其碾压 宿舍里 男主和艾薇每晚都会以强健体魄交流感情 难得体验一次学院生活 男主打算加入两个社团 艾薇提醒他 那样他会很辛苦 而男主直接掏出金色小卡片证明实力 他先是来到都是肌肉猛男的环境调查社团 他的活动不是探访森林河川 就是冰河地带 因此也被称为猎人社团 所以在这个社团 只靠肉体和精神是无法长久的 社园认为男主实在太瘦了 却不知他也拥有令人羡慕的肌肉 知道他的肌肉是靠实际活动锻炼出来的好肌肉后 团长很满意 当男主亮出自己的黄金猎人执照后 社园们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因此 他被团长视为了社团之主 随后 他又来到了一个都是女生的花草社团 他对努力生存的植物很感兴趣 无论环境多恶劣 都会有花朵盛开 虽然这里都是女生 但对他来说并不辛苦 蒂娜学姐出言反对 她认为男主是冲着瑞贝卡来的 女生们对此议论纷纷 瑞贝卡拍手决定 将男主的事交给蒂娜处理 如果经过测验后 蒂娜认为男主不适合的话 她有权利拒绝他入社 面对男主的事 蒂娜并不接受 因为她相信自己很快就会揭示出她的真面目 随后 男主被带到杂草丛生的顶楼 他需要在一周内将杂草清除 并做出适合栽种的花圃 男主脱掉外套开始干活 他第一天就将杂草全部清理 第二天给土壤松土 第三天就砌好了花圃 正当他在努力工作时 瑞贝卡出行带着他喜欢的三明治前来探望 见男主能够如此投入 他很开心 因为男主对这个社团有喜欢 所以瑞贝卡就向学院争取引进了他 毕竟他还是学生 而且作为会长的他 又具有三大贵族和会长的身份 这让男主觉得瑞贝卡很了不起 突然 从楼下传来碰撞声 两人发现有人正在楼下击见 魔术剑士竞技大赛即将到来 那是决定学生中谁是最强剑士的大赛 学姐好奇地问男主是否会参加比赛 随后 他才注意到男主的身材很不错 男主解释他在乡下的森林中锻炼过 瑞贝卡想要试一试手感 男主答应了 学姐对此激动得不行 因为这是他首次触摸男性肌肉 受益良多 可三人组很不满男主这个行为 梅利亚他们还不知足 连瑞贝卡也想要得到手 可一周后 他们看到了男主交出的成果 蒂娜傲娇地说 男主通过了测验 随后 男主被院长拜托了一件事 王国内出现了帝国的间谍 对方也可能潜伏在学院里 因此 他们需要男主帮忙留意 如果有发现 他希望男主能低调解决 这天 男主在路上发现了双马韦克拉利斯 这让他吓了一跳 此刻 他正在观察西瓜虫 他知道自己很奇怪 身为上流贵族 却喜欢虫子 也因为如此 他没有朋友 男主认为这是个人特色 他这样挺好的 而且能跟他成为朋友 是自己的荣幸 见克拉利斯很激动 男主以为他不高兴了 于是就主动道歉 因为和他聊得来 他就擅自把他当朋友了 实在很抱歉 可殊不知 这是克拉利斯的第一个朋友 他实在是太激动了 以至于很久没有反应过来 课堂上 老师表示将在森林举行技能实测 大家都想和亚梅利亚组队 但他的目光却看向了男主 艾薇邀请他和男主一组 他不在意男主不擅长魔术的事 毕竟是黄金猎人 肯定可以一笛摆 男主也注意到无人问津的艾莉莎 并邀请他一起组队 艾莉莎很开心 但又怕自己会拖后腿 最后一个人理所当然的是亚梅利亚 这让蓝猫心里又开始不痛快 此次测验的内容是在一天内 抵达森林中心的终点 而且他们在路上 还需要探索各处的检查点 收集到的印章数越多 成绩越高 由于森林中有危险的魔物潜伏 他们要抱着必死决心与之战斗 作为第一次测验 如果有人向老师求救 可能会被留下 出发前 艾莉莎很紧张 但男主反倒感觉很怀念 他解释 自己以前经常在森林和山里溜达 亚梅利亚建议男生当前锋 他当中锋 艾莉莎当后卫 男主则想负责游击 毕竟曾经类似的训练 他很有经验 于是 他便让亚梅利亚和艾薇当前锋 很快 众人就遭遇了第一只魔物 男主抢先出手 将其一刀两断 并顺利地获得了一个印章 与此同时 其他同学却状况百出 双马尾看到虫子魔物一脸兴奋 男主一天的表现让大家刮目相看 不仅战斗力惊人 还有丰富的野外求生知识 他则都归咎于乡下的森林 才让他习惯应付眼前的状况 见亚梅利亚怀疑的神情 男主知道乡下森林的万能理论 有点不好用了 亚梅利亚觉得男主是个奇怪的人 但他又何尝不是呢 身为罗斯家族长女 居然会跟平民一族 因为他讨厌血统论和贵族制度 虽然他出身于三大贵族之家 可他也是付出了巨大努力 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能和不在乎自己身份的大家做朋友 这让他很开心 艾薇表示接下来就全靠男主了 这句话让他想起同伴 与战场相比 这里就是天堂 他不确定 自己是否有资格享受生活 看着熟睡的三人 这让他想起师父说过 如果想享受校园生活 兵剑魔术师的身份最好隐瞒 但要是遇到真心信赖的伙伴就不一样了 他此刻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次日 众人听到前方传来惨叫声 男主迅速接近 发现蓝毛正陷入困境 正在狼狈呼救 他毫不犹豫地出手 一招便将魔物击杀 确保了蓝毛的安全 然而 安全之后 蓝毛却开始嚣张 看不惯平民出手相助 在众人没有注意的情况下 一个穿着斗篷的人正在偷偷出手 让已经死去的魔物重新复活 并变得比之前更为强大 面对发狂的魔物 男主保持冷静 但手中的武器 无法击碎魔物的坚硬外壳 为了制造最佳的进攻时机 他准备短暂使用隐藏的实力 就在这时 同伴突然出手配合 男主成功将刀刺入魔物腹部 将其一分为二 眼看被自己瞧不起的平民男生拯救了 这让蓝毛心中的极度无法隐藏 随后 众人成功地收集到了全部的印章 爱丽莎为自己拖了团队的后腿赶到抱歉 男主却安慰大家 说他们被迫跟上平时在锻炼的自己 应该道歉的反而是男生们 男主小队理所应当获得了本次演练的第一名 但除了双马尾以外 其他同学全都反应冷淡 他们笃定 男主只是沾了亚梅利亚的光 男主很清楚那些贵族同学 一定不想看到自己站在这里 爱丽莎让她不要在意 不管别人怎么看 他们都是第一名 也正因为如此 亚梅利亚才讨厌这些贵族 而另一边的师傅 此刻激动又紧张 虽然是他让男主来的 但他已经两个月没看到男主 眼看男主快到了 师傅赶紧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 他十分关心男主的校园生活 男主抬起自己的右手 那方面还没有完全恢复 师傅判断最少需要五年时间 在此期间禁止使用那个 但如果实在需要的话 他让男主到时候自己判断 毕竟男主是继承了他的兵舰魔术师 今天他找男主主要是因为 最近魔术研究者圈子流出谣言 虽然他一向不把谣言当回事 但有关魔术记忆的势力外 一般魔术的研究着重于魔术本身 也就是代码 但他研究的却是大脑魔术 也就是大脑利用代码理论进行内部处理 并将其实体化的过程 而他现在的研究与脑部有密切关系 脑中记忆魔术的那部分被称为魔术记忆 能将其研究透彻 就能解开世界真理 因此 出现了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那些人不愿花时间研究 而是直接切开魔术师的脑袋 虽然那群人想要拉他入伙 但他清楚 他们已经走火入魔 抛弃人类尊严是不可能让魔术得到发展 两人难得的散步时间让他想起过去 连军队精英都叫苦连天的训练 他这个孩子却能撑过去 他看出男主在学校交到了朋友 希望下次能带给他看看 入学前 男主的笑意一直很僵硬 因此他想渐渐让男主笑容变温和的那些人 他算了一下时间 马上就到了魔术剑士大赛的日子 曾经的他可是四连冠 他相信男主肯定也能做到 但男主并不打算参赛 师父让他自己决定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保护男主的力量 但看到男主现在的状态 他很放心 于是 他从胸部掏出一本葵花宝典交给男主 他相信这以后一定能派上用场 这一天 男主刚穿着他最喜欢的透视装在外面锻炼 就偶遇了准备去图书馆的爱丽莎 男主提出想要一起去 这让爱丽莎既激动又害羞 随后 他还专门换了一身白色连衣裙 男主健壮 也是直接夸奖这个衣服很配他 但今天的发型更好看 把他的魅力都凸显出来了 爱丽莎想看的是恩兹华斯博士的早期论文 他很喜欢对方关于魔术记忆的革新方法 男主却在看恋爱小说 见爱丽莎惊讶的样子 他解释能从这里面感受到 人类情感的细腻微妙之处 两人刚离开图书馆 就被双马尾意外发现 见男主身边有女生 他不好意思上前搭话 可他在书中看过 只要用笑脸搭话就没问题 这时 男主刚好出现在他身后 男主邀请双马尾一起去吃午餐 双马尾傲娇地表示 既然你诚心诚意发出邀请 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 于是 男主开始为双方介绍 像天使的女孩是爱丽莎 她不仅内心非常美丽 也很擅长观察别人的心情 这边是空前绝后 超凡绝伦地被双马尾热爱的少女 在她高傲的行为举止中 还暗藏着绝妙的甜美之处 拥有非常深厚的内涵 就这样 三人度过了快乐又轻松的午间 男主刚目送两人离开之后 一转身又正好碰到了亚梅利亚 男主又忍不住夸奖她 这身装扮很适合她的气质 得知男主居然与两个女生共进午餐 她吃醋了 她觉得男主一定玩得很开心 因此 接下来男主的时间被她承包了 随后 亚梅利亚带男主来到服装电视衣服 男主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她能不厌其烦地夸奖亚梅利亚的各种幻装 而亚梅利亚其实一直很在意 男主似乎很擅长讨女生欢喜 对此 男主解释 自己从小就和一大群女人生活在一起 就在这时 试衣间突然出现一只蜘蛛助攻 吓得亚梅利亚躲到了男主的怀里 等反应过来之后 她感觉非常丢脸 可男主却一副愧疚的样子 主动道歉 说自己不小心触碰到女生的柔软肌肤 她害羞地让男主不用在意 另一边 自从实际测验之后 蓝毛就没出现在学校 此刻 她正在刻苦地训练魔术 发誓一定要将男主彻底打败 把她赶出去 这一天 男主照例早早来到社团办公室 想为学姐们打开休息室的门 不料 她却意外目睹了学姐换衣服的场景 她淡定地把门关上 只是没想到 学姐喜欢可爱兔子内裤 可学姐最在意的 却不是自己被看光身体啊 而是被男主看到了 她穿着幼稚内衣的场面 而男主立刻明白了学姐的意思 她表示成熟的内衣也不错 随即 学姐说社团放满了至今制作的园艺记录 她也会记录因为魔术而改变性质的植物 比如会使用魔术的植物 其中有一种叫做石种植物的 在进化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与魔术相同的现象 学姐对于能教学弟知识很高兴 虽然社团还有其他成员 但由于自身是三大贵族的身份 其他人都会与她保持距离 即使学姐想主动去教 他们也会有所顾虑 因此 学姐也没办法敞开心扉 只有男主不会在意这一点 这让她很开心 而男主也不客气 说自己以后要多纠缠她 学姐听说男主在魔剑术竞技大赛中 担任执行委员 她打算为亚梅利亚加油 学姐生出醋意 亚梅利亚作为三大贵族之首的长女 也是这次比赛的夺冠任务 男主发现学院没有三大贵族另一家的族人 这时 学姐解释说 第三家代代就读其他学院 他们家也有一位长女参赛 不出意外会成为亚梅利亚的对手 为了选拔代表学校的学生 校内将举行预赛筛选新人战士 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可以参加战斗 因此 在座的所有参赛者都将是对手 亚梅利亚战胜对手之后 提出想和男主较量一番 结果可怜的男主不断要被挑战 还要遭受同学们的嘲讽 但是他并不拒绝亚梅利亚的挑战 虽然亚梅利亚的剑虽然力道不大 但速度很快 他清楚男主的剑术实力很强 所以一直想和他较量一次 亚梅利亚的攻势很猛烈 他并不期望能打败男主 只想击中他一次 男主的记忆 又回到了小时候学习剑术的时候 他不经意间走神 下意识地使出全力挥剑 但在触碰之前 男主强行收手 木剑在接触对方木剑的瞬间掉落 亚梅利亚察觉到了最后的异常 追问原因 也越发好奇男主到底是什么人 亚梅利亚打得很开心 男主也打得很开心 偏偏旁边的围观群众反而不开心了 五间 男主坦白自己有一位师傅 他的剑术 魔术和为人处事 都是跟师傅学的 但师傅非常严格 严格倒让他感觉 学校生活像是天堂 女生开始对男主转变态度 认为他说不定真的会唱 跳舞 rap和打篮球 唯独蓝毛不相信 他带着其他人十分嚣张地走过来 要和他来一场篮球赛 双马尾看出天空一场 仿佛有结界把周围一带包起来了 蓝毛还是不依不饶 非要用真兵器来决斗 还说可以使用男主不擅长的魔法 除了投降认输以外 什么都不需要 他要亲自出手 把男主打败 蓝毛不愿相信自己不如一个平民 只要他将魔术结合使用 就不可能输给只有身体好的男主 原来他作为家族敌长子 虽然是贵族 但在贵族阶级中 只不过是最差的一个级别 见识过家人饱受艰辛的景象后 他发誓要将家族发扬光大 内心的极度促使他想杀了男主 手中不断出现小火球砸向男主 男主使用自身的能力将魔法打散 他要让蓝毛认识世界之大 并不是他可以左右的 蓝毛歇斯底里不断扔出火球 但就是打不中 他甚至误以为男主是三大贵族的私生子 男主表示 就算是平民也能使用魔法和剑术战斗 身份并不是判断魔术是好坏的标准 蓝毛一怒之下 用出大规模魔术 却依旧被男主一刀打散 蓝毛直接心态崩了 这样下去他根本就是必输无疑 同伴们想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能耐 突然周围出现一股气场 将男主之外所有人全部压在地上 斗篷人从暗中现身 要把他们当成伟大魔术发展所需要的祭品 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学院导师格雷 男主让同伴先等等 在杀掉格雷之后 他会坦白一切 他搞清楚了格雷就是优生机构的人 他的目的就是学生大脑的魔术记忆 那些修学的学生 大带率已经遭了毒手 格雷很满意男主的聪慧 也对他的魔术记忆有很大兴趣 男主知道之前实际测验 他就准备出那些不该出现的魔物 就是他操控的 格雷承认 每年的演练都是他抓人的好机会 就算有人失踪也能找借口搪塞 他只要装得悲痛一点就什么事情都没有 蓝毛也是被他暗中缩食 才针对男主的 他看不起蓝毛是个自视甚高的废物 但也成功拖延时间 让他完成了结界 才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他在激斗的地位也会连升两极 男主生气地表示 他要打费他两只手 但格雷不在意 相反会让男主多活一阵子 他才能好好观察男主的魔术记忆 他以为男主只是个近战法师 只要拉开距离 他就没有任何威胁了 随后 他同时操控两条火蛇攻击男主 见男主一直逃 这让他觉得很无聊 于是 他转头开始攻击没有还手之力的学生 男主被迫只能解开身体的封印 地面瞬间冰封 一道冰山出现 保护了同伴 而他自身也形象大变 身后出现六把冰剑 格雷现在才开始惊慌 他不理解 冰剑魔术师应该下落不明才对 男主解释并非下落不明 只是换了一个人继承而已 格雷终于怕了 他想要逃走 却被男主用剑挑断了脚筋 见男主承认自己是冰剑魔术师 格雷下跪求饶 求他放过自己 可实际上 他却想着偷袭啊 可男主强大的实力 让他不得不认输 就算白金也不是至尊法师的对手 可男主却只想活捉他 他不愿沦为阶下球 只能放手一搏 将项链的大针头插进大脑 这是他研究至今的最大成果 能让人变成死神 但是格雷的魔法却并没有起到作用 格雷不能理解 自己的魔法竟然不起作用 而且任何魔法攻击都会被男主强行消除 于是男主反过来充当老师 为各位讲解 冰与火的魔法最大的区别就是 利用代码让分子震动加速或减速 他却能用常人做不到的精准度操控这两者 利用反代码理论将魔术分解 因此 所有魔术在他面前都将失去力量 格雷不愿意相信 继续使用精神干扰魔术 同伴注意到男主在抵抗的同时 身体正在被侵蚀 格雷看出男主无法控制力量 他以为自己有赢的机会 而这时男主不留守 觉醒成为最强魔术师 直接开启大招 将其封印在冰柱之中 而他自身也因为力量使用过度 陷入昏迷 多年之前 师傅丽蒂亚听到声音在呼唤他 随后他便在附近找到了昏迷的男主 但国家拒绝收留男主 因为他生活的村庄 属于完全独立的区域 而他国贯彻不插手干预原则 并且有传言 男主村子会举行召唤神秘仪式 自从开发出代码理论以后 凡是不寻常的力量都被归纳进魔术体系 如果继续研究 说不定能解开世界真理 但人类想活下去 信仰也不可或缺 此后 男主便深受卡罗尔的喜爱 他经常和男主贴贴交流感情 莉莉亚也喜欢给男主讲自己的英勇事迹 期间 他也不断在帮男主找领养人 毕竟身为军人 他没办法收养男主 但他知道卡罗尔肯定有这个想法 果不其然 卡罗尔不同意送走男主 就算把他送回老家 他也不愿意丢下他们 这时 他发现男主正在外面偷听 于是询问男主的意见 而男主只想和丽蒂亚在一起 所以莉蒂亚决定照顾男主 因为男主有继承自己的一波天赋 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引导男主走上正途 他会将自己的所有绝活传授给男主 六年后 男主已经成党的足够优秀 他仅靠一己之力就能左右局部占据 莉蒂亚看着因魔力失控造成的惨状 一直待在遍地死亡的环境中 所产生的压力很容易 引发魔术式力量失控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幸免的结果 随着战况愈发激烈 已经有两位至尊法师战死 他们希望雷伊现在退出 但雷伊已经将大家视为家人 因此不会一个人当逃兵 哈瓦德答应 如果他出事 自己一定会救他 话不能乱说 没多久哈瓦德便死在战场 男主悲痛之下 体内魔力失控 当男主再次醒来时 发现师父就在身边 师父安慰他 换做他的话 也会用力量保护同伴 他相信总有一天 男主可以恢复自由之身 男主想起同伴的情况 除了魔力不足以外 基本已经恢复 而这都是男主的功劳 师父伸了身手 男主自觉地将头伸过去 见男主没事 他也能放心离开 卡拉偷偷告诉男主 师父其实超级担心他 院长表示 其实一开始他反对男主入校 因为他认为男主需要多加休息 并且 学院里的人大多都是血统主义至少 身为平民的他肯定会被排挤 他实在不想让在战场上成长 接触过战场残酷 见过地狱的人 加入充满贵族偏见的环境 但是丽蒂亚却来拜托他 这么多年 他从未见过丽蒂亚做过那种事 丽蒂亚认为 男主比想象中还要坚强和温柔 他不愿男主被困在战争一辈子 而是希望男主能自己去感受思考 该怎么活着 他今后需要的也不再是战场 而是与自身年纪相配的经验 那时的男主 还没有任何同龄朋友 可他至少还有他们这群战友伙伴 因此院长希望男主能好好地享受校园生活 幸福地度过以后的时间 这是他们 也是丽蒂亚的心愿 院长离开之前 让躲在门外的同伴可以进去探望男主 男主道歉 他欺骗了大家 他就是那位消失的兵舰魔术师 此刻众人已经不再惊讶 他表示自己之前一直跟随师父 他们在战场最后一场战争中 引发了魔力失控 他至今都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回过神后 周围已经变成荒野 他被师父护在身边 自那以后 他一直在用名为体内时间固定的魔法 压制魔力失控 而副作用就是他无法再顺畅地使用魔法 也正是因为他 丽蒂亚才身受重伤 虽说是敌人 但他也夺走过无数人的生命 如今他的双手已经被鲜血染红 他道歉自己隐瞒过去的经历 亚梅丽亚不在意他过去是什么样子 他能肯定的是 现在的男主是个善良的人 同伴都希望他能留下来 有了大家的陪伴 他也不再是孤独一人 入夜后 蓝毛来到男主房间 他对于自己之前的行为十分后悔 男主接受了他的道歉 认为他能承认自己的过错 坦率道歉就很了不起 蓝毛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他不能理解 男主为何如此强大 男主表示 虽然血统和才能是事与生俱来的 但除此之外 还有自身的努力和环境也很重要 他认为自己只是恰巧 身处在适合变强的环境 努力生活罢了 他相信如今斩断迷惘 寻回自我的蓝毛 今后一定也能变得更强 画面一转 因为男主把搞事情的格雷杀掉之后 学校立马又安排了一位新的性感老师 要是班主任都长这样 想必就不会出现逃课情况了吧 不料 唯独男主浑身起鸡皮疙瘩 课间 他立马找到校长抱怨 为何卡罗尔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 自从发生了格雷事件以后 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 他才将暂时没事的卡罗尔喊来帮忙 男主人直接惊呆了 从小他就拿卡罗尔没有办法 可从魔术角度来看 他的确非常有用 学生们对他的评价都很好 但只有男主清楚 那是因为卡罗尔隐藏得很好 他表示现在解雇他还来得及 可此时卡罗尔已经来到男主身后 不满他这个小坏蛋不解风情 为了大家 爱比只好牺牲男主来应付他 几天后 为了选出参加剑术大赛的名额 参赛者需要先进行校内选拔 凭借他过人的经验 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得出结论 女孩会赢 只因女孩的魔法不仅速度更快 精准度也更胜一筹 果不其然 最终男孩输掉了比试 对于他只用几秒钟 就能看出胜负的能力 双马尾觉得很可怕 而男主理所当然地认为 只要实力差距过大 双方攻防三秒就能得到结果 就好比备受期待的亚梅利亚登场之后 双马尾立马知道这局对手要输了 只不过亚梅利亚却脸色冷漠 仿佛是完成任务的机器一样 身为三大贵族之首的罗斯家长女 父亲要求他必须取胜 尤其是他绝对不能输给第三家的阿利安 而这时男主从学姐这里得知 同为三大贵族的阿利安也会参赛 与亚梅利亚不同 阿利安是以贵族身份为傲的人 并以此为动力不断变强 就连学姐也对他的能力也是赞赏有加 可对于亚梅利亚来说 他将是最大的劲敌 最终亚梅利亚以第一名的成绩确定参赛 而蓝毛位列第二 事后男主找到亚梅利亚 也看出了他内心的焦虑 亚梅利亚坦白 阿利安也会参赛 他们两个小时候本来是很好的朋友 对方就鄙视自己 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疏远对方 他清楚对方从未改变 变得是他自己 身为贵族 为了不辜负周围人的期待 他能做的只有变强 可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暂时还不如对方 距离比赛还剩一个月 男主提出帮他特训 他有师父送的新兵训练法 并表示自己就是通过这项训练 才打好根基的 见男主这么说 也激动答应需要特训 为了给他特训 男主化身为面具人 今后他是教官 亚梅利亚是训练兵 回答问题只能用尊密 而特训的第一项就是让他慢跑20公里 并且不许使用魔法强化 因为魔术师都喜欢依赖魔法强化身体 可到头来还是自己的身体最可靠 而这对他而言 还只是刚开始而已 明天他会更加严格地锻炼亚梅利亚 经过几天的训练 亚梅利亚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 梦中 亚梅利亚仿佛来到了天堂 被爱丽莎和双马尾左右夹击 可即便在梦中 男主还是不放过他 这天早上 男主甚至亲自去叫亚梅利亚起床 可男主的行为 却让学姐很不满 要求他赶紧离开女生宿舍 而这时候 就又到了男主发挥自己特长的时候了 他夸奖两位穿睡衣的样子也很好看 与此同时 亚梅利亚想要逃走 却被男主发现 他在追赶的路上遇到了蓝猫 蓝猫问他该如何变强 尽管自己每天都在锻炼 但想斩断内心的迷惘 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男主认为 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变强了 之后还会变得更强 随后 他在图书馆遇到了爱丽莎和双马尾 但两人都没看到亚梅利亚 于是 男主戴上面具 使用探查技能 此时 亚梅利亚躲在教室的讲桌下面 却还是被男主找到 毕竟 抓捕逃兵也是身为教官的职责 男主强行将他拉到训练场 继续进行训练 事后 男主找到猛男社团 希望他们能成为亚梅利亚的后援团 这样 他们的加油声将成为亚梅利亚强大的助力 如果是这所学院拥有最强体格的他们 一定可以成为史上最厉害的姻缘团 猛男团对此也很感兴趣 头号猛男还带来了男主拜托准备的东西 随后 男主男扮女装混进了阿丽安的学院 正好遇到了一个迷路的女孩 通过交谈得知 女孩的姐姐正好就是他想找的人 三大贵族欧格仁家族长女阿丽安 阿丽安一眼就看出 他不是本校的学生 他骄傲地表示 自己的优点就是智勇双全 男主健壮 恢复男人生陷 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阿丽安十分吃惊 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的美少女 竟然是个男人 而且他此刻无论是骨骼海 是肌肉构造多项女生 还有 他的声音又是如何做到的 男主解释 只要魔法使用的好 性别和外貌都可以随便改变 阿丽安听过他的名字 他记得 他是他们学院招收的第一位平民 连这个学院都在说他的战斗力很强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接受不了一个美人嘴里说出男人的声音 但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自己妹妹的恩人 如果不好好答谢的话 会有损家族的名声 他将为男主展示什么叫做王者风范 而男主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检验他的实力 阿丽安率先发起攻击 双方展开不那么激烈的战斗 随后 阿丽安突然蹲下身子 使用魔法将男主的木剑斩断 事后 男主夸奖阿丽安美丽又可爱 他询问男主是否也参加剑术大赛 男主解释 虽然自己没有参加 但一直为朋友进行训练 这个人正是他的老熟人亚梅丽亚 并且 他一直在不断变强 他一定会战胜阿丽安 并取得胜利 等男主回到学校 已经是傍晚 他路上遇到一位哭哭唧唧的白发女生 对方刚好又被地上的石子绊倒 又刚好被男主接住 女生瞬间被男主的美貌征服 他就是瑞贝卡学姐的妹妹玛丽亚 本来他还在犹豫要不要来这里 但既然男主也在这里 他明年一定会回来找她 随后男主来到训练场 女生们见到陌生美少女 可身体里传出男主的声音 十分吃惊 得知他就是男主之后 他们更是震惊地不行 这天 男主带着小伙伴来见师父丽迪亚 丽迪亚的眼睛十分敏锐 他一眼就看出爱维很大 也希望他能一直坚持锻炼 随后 他看向一旁的爱丽莎 就另一种意义来说 她也很大 并且个性纯真 很适合当徒弟的媳妇 爱丽莎害羞地取出丽迪亚的著作 表明自己是她的粉丝 也如愿获得了丽迪亚的亲笔签名 随后 双马尾也兴奋地向丽迪亚打招呼 而丽迪亚之前就听说过双马尾 她想当猎人 刚好 她认识双马尾家族的组长 对方之前就找她商量过关于她的事情 随后 丽迪亚从胸口取出白金猎人证明 她鼓励双马尾 就算是贵族也能成为优秀的猎人 而最后的亚梅利亚 她在宴会上见过很多次 这次想跟她单独聊聊 随后 男主也被女仆教祖帮忙 她听说帝国的暗杀组织死神正在行动 而时机正好是魔术剑士竞技大赛 届时各方权贵都会出席 因此需要男主多加留意 另一边 丽迪亚说出了男主的凄惨身世 她之所以让她去学院 就是为了帮她找回情感 也希望她能学会人性 她很开心男主如今的转变 也知道男主很担心亚梅利亚 如果她也渴望改变的话 最好还是多依靠朋友 依靠男主开导 说完这些 丽迪亚带着大家去河边游泳 怎料魅惑老师卡罗尔竟然在河边发酒疯 一个魔法就去掉了妹子们的比金银 而男孩子却惨遭误会 一个人无辜挨了一巴掌 很快到了魔术剑士大赛当天 阿利安在赛场遇到了亚梅利亚 两人相约在决赛上再次见面 比赛解说是傲娇学姐和魅惑老师卡罗尔 第一场 亚梅利亚的对手是一位腰很好的暴躁男孩 而猛男后援团也已经全部到位 比赛一开始 对方抄起大刀劈向亚梅利亚 而她只凭借后空翻遍轻易闪避 地上突然喷出火焰 将对方胸前的花烧成灰 老师讲解 亚梅利亚用了一下延迟魔法 在比赛开始的瞬间 她就在地面埋下发动了魔法 等敌人上钩之后 再一击毙命 随后 比赛轮到蓝毛上场 她的对手是本次比赛中 备受关注的阿利安 双方一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剑术战斗 比的就是谁更厉害 阿利安突然附加魔法攻击 将蓝毛直接击飞 如果是以前 蓝毛会立刻放弃 可自从被男主救赎以后 他不愿再当一个胆小鬼 虽然蓝毛输了比赛 但他并不觉得遗憾 赛场竞技大赛还在继续 男主则在通道内遭到暗杀 可是他刚一回头 暗杀者却不见踪迹 只有地上遗留了一滩不明液体 暗中逐渐出现一个魁梧男人 原来是周周社长 他把男主带到秘密会议室 除了几位至尊法师以外 还有许多他没见过的人女 那时担任王国谍报机构的赫尔义子 毕蒂亚的女仆卡拉 就是首屈一指的超强谍报员 而周周社长就是卡拉的弟弟 爱比直入主题 敌国的暗杀组织死神 已经混进竞技大赛 对方的目标是绑架贵族子女 男主和他的朋友 也成为了敌人的目标 因此 他需要和社长合作 一起保护学生 上届冠军瑞贝塔学姐 再次晋级正式赛决赛 而他的决赛对手 是堪称最厉害的选手 他甚至创造了 单场比赛的最短时间 只用了两秒就打败了对手 离场前 他还专门与看台上的男主对视 与此同时 女生们向男主求助 亚梅丽亚已经把自己 困在房间一整天了 男主对此很在意 导致晚上锻炼时心不在焉 艾维看出他的心事 决定让他去找亚梅丽亚 随后 男主来到女生宿舍 与他互诉中常 他表示很害怕走进他的内心 担心他会因此受到伤害 但现在 自己想知道他的真实想法 亚梅丽亚脸色阴沉 让男主进屋 他坦白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了 自始至终 他都在努力地扮演周围的人 所期望的样子 亚梅丽亚一切的行动 也都是为了符合 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 只为让自己符合 罗斯家族长女的身份 可自从知道男主的过去以后 他认为自己的经历 根本不值一提 男主开导他 与他人的痛苦过去 相比较没有意义 他至今所付出的努力 是毋庸置疑的 可也正因为如此 让亚梅丽亚感觉活着很痛苦 他本以为这次大赛 能获得优胜 他可能会有所作为 但在见识到阿利安的实力之后 他清楚自己赢不了对方 无论过多久 他都只是一只井底之蛙 即便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追不上阿利安 他对这样没有意义地活着感到绝望 男主安慰他 自己的人生该由自己来创造意义 他会一直陪在他身边 即便真正的他不够坚强也无所谓 随后 男主就这样陪他度过了一整晚 他相信如果亚梅丽亚能够掌控 训练节夜考核时 他所展现的力量的话 这场比赛就不可能会输 次日 是新人战的决赛 得知男主已经搞定亚梅丽亚 同伴们终于也能放心了 爱丽莎还在担心亚梅丽亚能不能休息好 男主让他们放心 昨晚自己一直都陪在他身边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十分震惊 艾维十分羡慕男主这么简单就成为大人了 女生则不太相信 因为男主每次都会把普通的事情 说得很夸张 亚梅丽亚上场之前找男主求报报 她来者不拒 表示可以随便报 此时周 周助社长收到暗号提前离开 他找到男主 告知他数名贵族学生失踪 其中就有他的朋友双马尾 两人分开行动 他从地下感受到些许杀气 而擂台上的两位主角 对于获胜都充满信心 阿利安抛出武器 双臂交叉 他一开始就使出全力 直接发动固有魔术强化物理攻击 随后将落下的武器打向亚梅丽亚 而他则高速移动来到其身后 一记重拳命中他的腹部 亚梅丽亚后手吃了小亏 在面对阿利安紧随其后的攻击时 他也发动自己的固有能力 电光火石之间 阿利安被成功击退 此时 男主在地下发现了失踪的学生 周围还施加了大范围干扰魔术 将这个空间与外界完全隔绝 浮出水电 男主直接扛着双马尾就跑 路上解除了自己的封印之后 他突然转身 迅速召唤出兵剑与死神进行战斗 死神打了个响指 周围陷入一片漆黑 男主使用反物质领域 强行让周围的魔术全部失效 甚至影响到了本已占据上风的亚梅丽亚 眼看死神想要逃走 男主不给他机会 直接将敌人全部兵封 赛场上 阿利安准备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 只要美瞳一带 他的力量也随之涌现 他的周身释放着夸张的火花 而此刻的亚梅丽亚的攻击 已经无法再击中对方 而法师一旦被近身 就只有被战士蹂躏 他对于即将战败的结果 充满着不甘 但身体已经没有还手的力气 这时 场外突然传来男主的声音 让他站起来 好家伙 男主只用一句话 就成功让他重新爆发出能量 亚梅丽亚持续展现出超夫常人的能力 周围的环境中出现无数蝴蝶飞舞 使得阿利安的攻击对他毫无作用 然而 只有少数人知道 亚梅丽亚已经觉醒了 与混沌理论相关的蝴蝶效应原型 这是一种能够操控因果关系的特殊魔术 可以介入世界的因果关系 改变结果 虽然他展现出强大的力量 但并不代表他已经赢了 突然间 亚梅丽亚流出了鼻血 这表明他的大脑正在承受极大的负担 已经接近魔力失控的边缘 尽管如此 双方都不愿意认输 他们继续缠斗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 你拳我一脚 打得难解难分 最终 亚梅丽亚终于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虽然阿利安输了比赛 可是他为亚梅丽亚变强而感到开心 认为他如今可以坦率地为自己骄傲 可亚梅丽亚却哭了 这一路都多亏了大家 无论是学校交的朋友还是男主 都帮了他很多 可真正让他变强的人却是阿利安 只因他一直在遥不可及的地方 自己为了追赶他才能走得这么远 阿利安表示 他为了成为他的榜样才会努力 让自己成为一个骄傲的贵族 他一直都知道 亚梅丽亚对贵族的身份感到烦恼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 因此 他才决定 让自己成为不会让他感到羞愧的人 说吧 阿利安就贴了上去 他还记得幼时就说过 希望两人永远会成为朋友 就此 新人战正式结束 亚梅丽亚成为了今年的冠军 老父亲心里虽然开心 但他就是不说 男主找到正在休养的亚梅丽亚 他以为男主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能力 但他其实也不清楚 严格来说 只是在特训期间 他发现了亚梅丽亚具备着巨大的潜能 虽说才能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但今天的胜利是他努力的结果 毕竟原型可不是 没有付出就能轻易达到的境界 那也是他至今一直努力地证明 亚梅丽亚很庆幸能遇到男主 如果不是男主 他如今还是那个只会哀声叹气的亚梅丽亚 也正因为他 让自己发现了广阔的蓝天 和一群为自己着想的小伙伴 但此时的学姐瑞贝卡却有些烦恼 也在面临一场艰难的战斗 如果输了比赛 他就只能与人订婚 而他的对手则是 本届大赛最厉害的选手的卢卡斯 比赛开始时 瑞贝卡带上美瞳 摆出起手动作 预测出卢卡斯接下来的动作 然而 就在卢卡斯手握剑柄的瞬间 瑞贝卡感觉眼前一黑 当他回过神来时 胸前的花朵已经粉碎 胜负在瞬间注定了 最终 卢卡斯获得胜利 与男主擦肩而过时 他停在了男主身后 他已经认出来 男主就是新一代的兵舰魔术师 而男主也看出 卢卡斯是七大魔术师中的 绝刀魔术师 然而 男主不理解 为何绝刀魔术师 要在学生比赛中欺负别人 卢卡斯解释说 这是为了让男主见识一番 并表示他想与男主的兵舰交手 夺得最强魔术师的名号 但前提是 男主需要先解决 自身魔力失控的问题 否则他无法全力战斗 而明年的今天 将是他们的决战之日 另一边 拜比带着丽蒂亚和卡罗尔来到地下 进入了关押暗杀者死神的房间 卡罗尔的喋喋不休 让丽蒂亚感到头疼 可他们还需要借助 卡罗尔的能力来获取情报 卡罗尔使用自己的能力 带着死神来到一个梦幻的仙境 行动和思想都受到他摆布 不管看几次 同伴都觉得卡罗尔的嗜好很无趣味 等完够之后 他命令死神把组织老大和今后的计划 从头到尾老实交代出来 谁知暗杀者们全都双目赤红 一个接着一个的爆炸了 就连卡罗尔都被震得倒在了地上 另一边 大赛结束之后的孝庆中 男主提议他们班的摊位就搞女仆咖啡厅 班上的贵族小姐们对此很不满 身为贵族 他们不愿去模仿下人 而在这之前 亚梅利亚为了办女仆咖啡厅 找到男主帮忙 男主有些为难 他觉得这件事情由他一个男生来说不太合适 可亚梅利亚激动地说 在女仆的优点面前 性别并不重要 男主脑海浮现出卡拉的模样 非常赞同他的说法 作为女仆爱好者 他不想这个群体被人歧视 因此希望和其他人分享女仆的妙处 还希望孝庆的女仆装裙子短一点更好 男主激动地表示 让站在主人身后的虚幻女仆 终于有机会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是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 甚至 他还请来卡罗尔 身穿他们设计的女仆装展示示穿效果 这才终于引起了贵族小姐们的兴趣 大家对于布置教室的热情 点燃了一般学生的激情 特别是得知爱丽莎也答应穿女仆装后 大家更是情绪高涨 而男生们的情绪更加高昂 但男主不太理解他们为何如此高兴 蓝毛解释说 这个世界里喜欢女仆装的男生还未出生 男主前往学生会提交申请 却发现学生会里 只剩下瑞贝卡和学姐 原来 瑞贝卡订婚的事情引发了一些问题 本来应该是学生会书记跟艾文订婚 但瑞贝卡突然地出现 抢走了别人的未婚夫 其他成员都站在书记一方 发起抗议 因此学生会里只剩下了瑞贝卡和塞拉这两人 在这种情况下 男主希望能够留下来帮忙 随后 塞拉向男主提出了一个请求 希望他能帮忙调查瑞贝卡订婚的内幕 作为三大贵族之一 瑞贝卡突然订婚的消息 本来就显得不太正常 塞拉怀疑 艾文背后可能有所图谋 因此他只能请求男主陪在瑞贝卡身边 于是 男主找到师父莉迪亚 打听消息 身后的卡拉知道 他的未婚夫就是一个贵族 无论是地位还是魔术资质 对比三大家族也相差不远 就家族势力上 双方算得上门当户队 但考虑到瑞贝卡的年纪来说 这场婚约就显得操之过急 卡拉只要一周时间就能调查清楚 除此之外 莉迪亚听说了男主在学校搞女仆咖啡 她不懂 女仆咖啡很好玩吗 男主自信地表示 这个世界还没有存在会不喜欢女仆的人 她就喜欢卡拉的女仆装 莉迪亚粗意大发 她认为自己要是穿上女仆装 那效果一定比卡拉还要有魅力 而另一边的瑞贝卡 最近时常会梦到惨烈的战场 而梦中她也会看到男主的身影 她看着自己的魔眼 不明白那代表着什么 此时 妹妹打开了房间的灯 注意到她手上的手帕粘鞋 她解释是泡澡太久了流鼻血 妹妹突然提起她的婚约 可瑞贝卡却不准备反抗 谁让她是家族的长女 在他人面前 瑞贝卡故作坚强 只希望妹妹能谈一场自由恋爱 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 她才会袒露真实的情感 妹妹从小因为一头白发遭到非议 只有瑞贝卡一人对她温柔以待 无论别人怎么说 她在自己眼里都觉得妹妹非常可爱 听说了瑞贝卡突然有婚约以后 她立刻来到学校找她询问原因 虽然瑞贝卡没有说话 但表情已经说明了其中另有隐情 如果只是普通婚约 她不可能会露出难过的表情 她还想继续追问 可瑞贝卡却赶她回家 并话说这与她无关 很快 男主班上的女生们都试穿了女仆装 效果比他们预想的还好看 亚梅利亚也迫不及待 让男主欣赏自己的女仆造型 不仅是她 还有爱丽莎也超可爱的 爱丽莎很害羞 不知道是不是适合 可男主却在一旁 一直在夸她可爱 傍晚 男主守在校外等着瑞贝卡 她想送她回去 不料 现在瑞贝卡已经不住宿舍 而且校庆结束之后 她就会搬出宿舍 半路上 瑞贝卡的非主留未婚夫出现 对方让男主可以离开 接下来 由他送瑞贝卡回去 谁知又遇到了周周社长 社长带着男主来到会议室 根据调查 艾文家族的领地多年来 没有人居住的迹象 不仅是家人 连一个下人都没有 但即便如此 艾文还会出席贵族会议和魔术协会 所以可以判断 她为了不让国家和魔术协会 察觉到自己的真面目 长久以来一直在伪装自己 那么对方的目的也能一下猜到 她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瑞贝卡的那双魔眼 而她就是传说中的魔眼收藏家 也极有可能是绑架魔术师 做实验的优生机构的人 次日 玛利亚突然找到男主 按照惯例 男主照就开始夸赞玛利亚 这让玛利亚很无奈 她找男主是为了瑞贝卡的事情 瑞贝卡在外人眼里完美无缺 而身为妹妹的她却天差地别 为了不被人拿去和姐姐比较 她才会打扮得这么另类 借此逃避 但瑞贝卡始终对她温柔以待 因此她才想要帮瑞贝卡解除困境 男主向她保证 她一定会保护好瑞贝卡 而她担心姐姐的心意也非常纯真美好 不料这一幕被瑞贝卡发现 导致晚上夜不能寐 她觉得那样很奇怪 苦恼为什么两人会在学校搂搂抱抱 虽然她知道男主对女生没有半点自觉 可又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过问 半夜男主还在看恋爱小说 爱为好奇那是什么故事 书中讲述一位恶魔少女因外形不同 只能远离人类独自生活 往后少女遇到一位人类少年 她渐渐地学会了怎么理解人心 但少年却被恶魔少女的能力吸引 然而人类永远不可能获得恶魔的能力 绝望的少年从此消失 少女相信她会回来 漫长地等待岁月里 她只为弄清楚 自己对少年所保持的感情究竟是什么 男主没读完 所以不知道结尾 但两人都希望是完美结局收尾 男主也梦到了过去送葬同伴的场景 可瑞贝卡却突然出现在身后 她问男主到底是什么人 她想回答 却发现只是一场梦 男主很在意 于是她找到瑞贝卡 而瑞贝卡也很在意梦中的画面 她想问男主是否上过战场 但终究还是无法开口 今天是校庆 外校的学生也来参观 阿丽安在女仆咖啡厅并没有看到男主的身影 而此时男主已经换回女装出门 男主内心十分兴奋 对于受人主目的情况她毫不意外 因为这方面她是专业的 男人装气可爱真就没女生什么事了吗 即便是女生 也没办法承受男主的可爱公事 亚梅利亚虽然很不服气 但她依旧自愧不如 转足目光以后 男主受塞拉所托 陪着瑞贝卡一起逛校庆 而瑞贝卡主动摆给抱住她的胳膊 两人就这么来到鬼屋 分别之际 瑞贝卡住了男主 表示明天校庆结束后有烟火大会 她想再和男主一起 晚了一天的玛利亚 在路上遇到同样是白发的女人 对方告诉她 再这么下去 瑞贝卡将会死掉 而此时男主也从利比亚这边 得到相同的信息 瑞贝卡的父亲出现 对方已经知道男主就是兵舰的魔术师 并请求他出手救救瑞贝卡 原来布拉德利姓氏是家族的诅咒 每隔数百年 家族就会出现一名圣者 这一代就是瑞贝卡 但他据真正的圣者还很遥远 如今他连自己的魔眼都无法驾驭 最多只能活20岁 玛利亚的白发就是瑞贝卡作为圣者出生 留下的力量残余造成的 如果瑞贝卡出世 玛利亚也会受到影响 艾维查觉到男主似乎有心事 他希望男主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 都能告诉他们 这些朋友肯定不会觉得麻烦 另一边 艾文很期待明天的到来 因为明天就是圣者的觉醒时刻 而粉毛壮汉并不关心圣者 他只想吃东西 而他最想吃的人就是兵舰魔术师 次日瑞贝卡站在男主要经过的路口 他希望男主今后能多多照顾玛利亚 因为自己已经订婚 不久之后就会离开家族 与妹妹相处的日子也会减少 虽然玛利亚态度可能不太好 说话也很难听 但其实妹妹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还希望她今后只和妹妹好好相处 不用再管她了 之后男主继续扮演可爱的女仆 玛利亚还不知道她是男的 还主动扑倒她怀里 寻求安慰 瑞贝卡走在无人的小路 没有注意到未婚夫就在前面 而艾文则强行将她带走 另一边 亚梅利亚没想到男主又认识了新姑娘 抱怨自己的竞争压力不断变大 男主则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女仆咖啡店 艾文出面和小伙伴说明事情经过 而此时 瑞贝卡已经被带到了学院的竞技场 艾文此时终于暴露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他现在要毁掉她 而面具男和粉毛大汉 则守在森林等待圣者的觉醒 男主孤身一人前来救人 但怪物数量实在太多 以他现在的情况无法坚持太久 这时候 其他人也及时赶到为他提供支援 在众人合力之下 怪物很快就被清理大半 粉毛大汉十分激动 他想要吃掉亚梅利亚的魔术记忆 男主及时出手 为他挡下致命一击 面具男让他别管这群小鬼 先去上面查看情况 亚梅利亚也让男主赶紧追上去 下面的情况他们会负责处置 接着 男主也赶到山顶 粉毛大汉很兴奋 知道他就是这代的兵舰魔术师 相反 男主也知道粉毛代号暴使 是专门推噬魔术师的魔术记忆的坏人 粉毛视男主为最可口的食物 却被一道屏障隔离 这时 白毛上前自我介绍 他是虚构的魔术师 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白毛表示 要让瑞贝卡摩利失控 希望男主能帮忙封印失控 他知道 男主拥有体内时间固定 而粉毛也要交给男主队伍 此刻粉毛已经击碎屏障 男主也解除了自身封印 双方就此展开大战 白毛则来到了困住艾文的空间 艾文陷入了绝望 其他的东西他都可以不要 只要能亲手干掉白毛就行 下一秒 艾文取出大针管插入脖子 白毛知道 这是通过刺激脑部扩大内心的黑暗面 从而暂时引发魔力失控的禁忌手段 只可惜在白毛面前依旧无济于事 他瞳孔不断闪现各种代码 魔术领域自我毁灭能力发动 导致艾文大脑内的魔术记忆自我毁灭 艾文被失控的力量反噬 输得很彻底 但艾文一见到白毛就十分气愤 因为有白毛在的地方 他永远都是个铁废物 他的心境也一直都对白毛影响 天直地认为白毛肯定在嘲讽自己 他要杀掉白毛才能化解心魔 然后前往魔术的顶端真理世界 其中瑞贝卡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他憎恨白毛总是领先自己 他第一次见识最强虚构魔术师的力量 但在白毛眼里 冰剑才是最强 特别是男主 更是与其他七大魔术师在不同的赌机 如果有魔术师能征服世界 内非这代兵剑魔术师的男主莫属 此刻山下 男主同伴消灭了所有怪物 可他们还没开心太久 被打倒的怪物再次起身 对众人发动攻击 可下一秒 却被飞来的兵剑尽数打散 原来是其他人前来支援了 他们刚从别的地方赶来 女仆姐姐手持双刃 一出手便直接杀掉了发狂的魔物 校长更是直接召唤九条火龙 威力惊人 塔罗尔用魅惑控制住所有怪物 来到她的告别演唱会 只不过 别人唱歌要钱 她一开口唱歌要命 丽蒂亚不甘示弱 召唤无数兵剑 最后合为一把巨剑 攻击地面 击杀剩下的漏网之鱼 另一边 男主面对粉毛的攻击 暂时有些抵挡不住 粉毛使出肉体强化的终极魔术 变身成为大怪物 一拳便将男主打飞出去 玛丽亚责怪都是姐姐的错 都怪她什么都不说 还会变成这样 粉毛握住男主的脖子 将她举了起来 接下来 她要慢慢品尝男主的味道 男主再次召唤兵剑 刺入粉毛的膝盖 剧痛之下 粉毛用拳头进行回击 然而 这次她却没办法 打断男主的兵剑 反而被男主逐渐冰封 在力量耗尽之前 她重新开启封印 压制自身的魔力失控 瑞贝卡想要上前 玛丽亚出手阻拦了她 并故意说她总是装成好孩的 哪怕什么都不说 只是摆出听话的可怜模样 她就会被人当成有等生看到 瑞贝卡反驳自己为了她 一直忍受痛苦 不料 妹妹直接打了她一巴掌 说这些都是她自找的 没人拜托她要这么做 就是因为瑞贝卡 才导致她总是被身边的人说没用 瑞贝卡也被激怒了 她也打了妹妹一巴掌 她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她也很讨厌妹妹 她一直以来都以自己的悲剧 与主角的身份自居 肆意妄为 还一直都和父母对着她 玛丽亚推开了姐姐 说既然如此 那是不是没有她这个妹妹会更好 此时瑞贝卡这也忍不住了 虽然她很讨厌妹妹 可是她从来没想过妹妹不再会更好 一直以来 玛丽亚都是她最亲近的 随着情感的释放 瑞贝卡周身光芒闪烁 魔力的气息弥漫开来 而此时 白毛也带着艾文出现 她解释 艾文之前是被恶魔所迷惑 才一直嫉妒她 以至于最终 她抛弃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身份 她提醒男主 要尽快赶到瑞贝卡身边 当众人赶到时 瑞贝卡的魔力正在失控 局势变得危险 这时 男主迅速赶到瑞贝卡身边 让玛丽亚离开这里 去安全的地方等着 而此时 瑞贝卡十分自责 她居然对妹妹说出了那些苛刻的话 她担心自己的言行会让妹妹失望 男主则安慰她 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扰 但玛丽亚一定仍然喜欢她这个姐姐 男主轻笑着靠近瑞贝卡 将脑袋凑近瑞贝卡 帮瑞贝卡稳定了失控的魔力 事后 瑞贝卡来到他们之前约定的地点 却意外地遇见了亚梅丽亚 两个女孩开始争抢男主的关系 比较谁更亲近她 亚梅丽亚提及自己曾被男主紧紧抱住 而且男主还承诺会一直陪伴她 瑞贝卡则认为 她和男主已经是彼此的生命伴侣 甚至连灵魂也似乎相互交织 显然 亚梅丽亚并不是瑞贝卡的对手 她提醒瑞贝卡 依照男主的所作所为 她今后肯定还会招惹更多的女孩子 但瑞贝卡对此却无所畏惧 毕竟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好了 到此为止 冰剑的魔术师将要统一世界 就要暂时结束了 接下来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